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Persifal 是不是很多人問候你 說白鳴漢市政府要破產 其實有沒有影響對於你們在那裡住 你在白鳴漢住 Hello Stephen 第一件事 Thank you 你上次代我出席班長戀藝 不要客氣 接著說回你說白鳴漢這件事 首先現在說過了大概兩天 應該可能大家放下了一點 沒那麼震驚的時候 再看回這件事 我會覺得 其實我們 因為我和我的教練民社都經過 那他們其實都很靜的 完全沒有什麼特別 覺得說天烈阿里亞 End of the world 沒有什麼這樣的感覺 但是始終都會有一點點憂慮的 就是究竟之後的Council Tax是怎樣的呢 這個就是有一點點會留意的 就是怕著他加稅 是不是 是的 因為現在其實他說 所謂的破產 其實不是真正可以說是破產 只是他可以叫做入不敷枝 入不敷枝最重要的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他那個叫同工同酬法案 他這個法案輸了 於是就要撥避 還有要賠償給很多 那些 caretaker 那些人 這樣吧 這樣吧 這個就最令到這個Council 就真的不知道怎樣 即是財政狀況 另外第二件事其實 又要去想深藤說回 這個Council在白明漢 其實可以說是一個 努力的Council 是的 即是工黨的Council 但是現在再潮的就是保守黨 在白明漢市 你說Tory會不會去努力去救他呢 還是有些政治的計算在這裏呢 這個又要再想一想 另外第二件事 其實我跟很多計論社聊過 他們覺得白明漢市政府 這個跟政治沒有什麼關係 他們經常都說 白明漢市政府 他們說的用英文 is a joke 為什麼呢? 就是做得很差 是嗎? 其實是真的做得不太好 其實有幾件事可以說 首先第一件事做得好的 但是這件事可能很少人說的 就是去年白明漢是做一個主辦政事 of commonwealth game 是的 那這件事其實花了都幾多錢的 是的 可能這件事就reflect回 就是有沒有因為這樣賺到錢呢 還是其實支出了很多呢 這是第一件事 這是好的方面 第二件事其實我看過 其實都有些奇怪的東西在裏面的 譬如呢 他做了一件事就是 他有一個taxi company 本來就是那個待遇不是那麼好的 他於是就炒了那個taxi company 找了一間新的taxi company 那間taxi company 原來只是成立了兩年左右 然後就給了很多錢 那現在再以億計的了 接著結果那個服務是怎樣呢? 服務就有機會 他們現在研究 就是拿了一些news出來 可能一天呢 只有三個學生 是會用這個服務的 這是什麼服務呢? 其實這些服務就是給一些學生 就是可以搭一些 就是叫做那個 council就會資助 他可以搭一些考巴 就是他用taxi company做 他幫他接送 其實那個cours呢 政府就給了這間taxi company 但是結果 多少人用呢? 其實用的東西就不是很多 那就是白費呢 是的 就是很多這些細節的東西 其實在工黨 真的要這麼說 在工黨的政府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於是又可以說回 我回到很久以前了 我在這裡做事的時候 我的同事 雖然你想想 白銘漢是票倉 就是工黨票倉 你想想 我的同事也跟我說 你記住 一定要投票 那時候我都不是很認識的 他說你一定要投票 他說不想像70年代 那樣東西再重現 他說70年代是怎樣的? 沒有人清理垃圾 他那裡很差 他等到那時候 手上是Fetcher 是趙夫人回來才會搞定 於是就說 你記住一定不要投工黨 這樣 所以這件事情 會不會是一樣 因為工黨在潮 在這個市政府會這樣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就是要看一下 日後的交代是怎樣的 但是中央應該不會給他們錢的了 不知道他們怎麼解決財困 那有沒有影響那些人的投資 或者去百銘漢的投資 我想不多不少也會有信心打擊 我覺得可能會有 或多或少也會有少少的 但是現在他們就說一定就會 如果現在的commitment 他就不會改的 譬如現在有些工程 因為我看到譬如外面有很多整路 那仍然應該就會繼續 那今年的council tax 他都說了 是不會轉的 但是明年是怎樣呢? 那可能就要再想一下 那另外很多其他的服務 譬如 賭垃圾 我們每weekly都會有賭垃圾的bean collection 那他會改成怎樣呢? biweekly還是怎樣呢? 那也不知道 另外第二件事 在這個news推出之前 其實原來早一兩個星期 他都有一些自願離職計劃 給白銘漢的council council worker 是的 我就不知道他有多少 多少人apply 類似肥雞餐 那之後如果這樣的話 會不會因為council會裁員 開完截留 或者sale一些物業 去cover這些東西呢? 那我們就要去看一下 是的 sale物業可能是一個投資的好機會 會不會? 他要錢嘛 不是要錢買 是啊 可能是 因為還有其他呢 council也有support很多東西的 譬如我們附近有個停車場 這個停車場很便宜 怎樣便宜呢? 就是兩個小時 計算是1磅20p 就是大概12元港幣 是的 所以如果我們下去high street 通常都會拍這個停車場 真的很便宜 是的 所以就是這樣 是的 這些時候會不會加價 是嗎? 是的 我想都要的了 就是找得這麼多 可以這麼多的了 趁你在這裡 我都一定要問問你 要是你人工智能 你就做了很多年了 還有你又是 一直分析那些股票 股市 香港有 美國有 歐洲有 最近我看到一單新聞 就是關於人工智能晶片製造商NVIDIA 是嗎? 有些人呢 就是唱說 喂 你們不要再 是不是這樣 入市了 它已經升得多過頭的了 前景應該都是 你盲目追捧 已經反映在股價上面 你怎樣看呢? 因為人工智能晶片 對於AI 人人都要加快那個計算 是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東西 是嗎? 嗯 在我的角度 現在用一個長線的角度去看一下 我可以比這個 我覺得NVIDIA 是一個現在AI最主要的一個叫做 一個基建的東西 因為你要人工智能 一定需要用AI的chipset NVIDIA的chipset 現在是一個絕大多數人會用的 當然你說其他好像AMD 都有少少的chipset 但是對於NVIDIA的影響就不太大 因為它佔的市場的佔有率是很大的 令我想起就好像90年代 在科網股的時候 的Cisco 即是C4 它當時是做很多的路由器 即是路由器 它需要這些路由器 才把所有整個匯網接駁 所以我覺得 好像現在的NVIDIA 就好像當年的Cisco 所以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Cisco的整個 它的price的trend是怎樣的 它其實 由大概90年上市開始 它一直可以升到大概2000年 用了大概10年的時間 它升了大概的幅度 應該又是75000% 即是750倍 是 但是當中你要記住 這一點不是一個直升 是最初開始會升得很慢 接著當中間中段 曾經跌過一個很深的一段 才會再升幅 你說NVIDIA會不會 完全等於好像當年的Cisco 真的有待觀察 但是有幾件事情可以留意 現在最近這段時間 是否升得過快 其實是的 會不會因為有一個 因為這樣有一個很深的調整 這個我們就要拭目以待 另外最近我看到一個訊息 是 它就說有一間公司 是買了很多NVIDIA的chipset 來令到這個NVIDIA的職位 是很大 這間公司的名字叫做 Core Wave 可以去研究一下 它們開始研究這間公司 究竟背後哪一個人 又或者哪一個這麼有錢的人 去做的呢 它們的訊息 你知道是什麼嗎 它們的訊息 其實是兩間公司 一起製造這間Core Wave 去買NVIDIA的chipset 這兩間公司就是包括第一間 自己NVIDIA 第二間是Breadwalk Breadwalk是一間大間的投資公司 是的 當然這個是訊息 但是會不會因為這個訊息 而令到開始導致到 這個NVIDIA股價開始向下 還是一些人開始去留意一下這件事情呢 因為他們看 因為今年的域業績非常好的 Triple Beach Growth 然後他們就開始看 這間公司 竟然是做出很大的NVIDIA的盈利貢獻 這間公司背後哪一個操作的呢 要開始留意一下 不過就算 這些可能是有這樣的波動 但是如果照你的分析 如果它是好像路由器那樣的發展 它一定要的 那它長遠來講 它調整完之後來講 這個前景應該是有一定的時間 可以有一個成長 是一些倍升股之一來的 會不會 是的 這個一定是 這個 其實那個做法呢 我覺得有些前 現在的Tesco 不是Tesla sorry 現在的Tesla 是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現在Tesla其實在2020年 開始升到最近2020年 之後就跌到很深的 現在就開始在低位上反彈 升了一點點 現在我就覺得 如果你說NVIDIA 有機會做一個好像Tesla 一個很大的一個 開始比較深的一個調整 才再有一個新的一個trend 上去 這個會比較實際一點 不過我要再看就是 它接下來的NVIDIA 接下來的那個盈利表現 是不是都是這麼好呢 還是真的好像Rumas那樣 其實只是別人去幫忙 還是如果我們實際 真的有這樣的用途 我們很多公司開始要 買很多的NVIDIA的chipset呢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開始要想一下 由Cisco開始 就是開始整個互聯網的建設 去到真正 你想一下 在90年代 譬如有什麼公司出現 譬如是 Ebay Amazon 等等這樣的公司 或者最後之後在Google 這些就開始是應用程式的層面 你想一下 由那個叫做 基建系統出現 譬如NVIDIA chipset出現 開始我們要看看 有沒有一些應用程式的公司 一些AI公司 開始出現的 一些新的公司出現 這樣的話 AI的bubble 我會覺得才會真正出現 現在我覺得 都仍然是一個很前期 在AI 這個Digital Age 是一個很前期的發展 嗯 至於好像 在那個 我那個節目仔 和你們合作的節目仔裏面所說 最重要就是要知道 哪一個時機是買入 哪一個時機賣出 才是 可以是一個精明的投資者 譬如就算現在這個NVIDIA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是嗎 是的 是的 因為我們最重要 我們 它推崇一定是一個 要有一個盈利 去帶動到股價上升的一個動力 就不是炒一個短期的波動 概念 是的 或者是搏反彈 這些就不是一個很 叫做 我叫做一個strategy的一個 一個做法 又或者是一個投資的方法 是的 要看兩樣東西 要看股價 又要看成交量 是的 還要看那個趨勢 還要看公司 是的 看公司 看公司 是的 如果大家是想真的掌握到這些 什麼時候賣入 什麼時候賣出來 就像我們那個節目那樣說 那就要去上一下你的課 OK 歡迎 是的 你現在又準備要開班了 是不是 一會兒 立刻 是啊 是啊 那好吧 那我不阻礙你了 很開心 知道現在在Birmingham 起碼大家都這分鐘不需要擔心 不僅僅是Birmingham 有好幾個市政府都好像不太碰 我想應該不會影響到基本生活 就不會太影響 希望是這樣 還有聽到你這個NVIDIA 因為我很有興趣 看到為什麼這麼好 現在有人唱淡 那你分析完之後 我們清楚很多 多謝你Percival OK 謝謝 謝謝 洗頭的時候 脫了很多頭髮怎麼損 頭髮問題和A.I.Chat 不如和黃生Chat 只要疏通阻塞的毛囊 利用中藥補充頭髮營養 就可以達到防脫髮固髮的功效 發在生止脫固髮療程 有助頭髮健康生長 打電話跟我Chat一下吧